今天雖然是要講幾個不太震驚的笑話 但是還是有重要的東西要學的 大家好我是Paul 做一道捷舞英文一起讀 我們學幾個mouthful這個字 所延伸出來的一些片語 那還有一個其實就是把mouth這個字 拿來當成一個片語使用 那這幾個意思我覺得都還蠻值得學的啦 所以我們來往下看 第一個笑話 他說的是呢 The teacher says 老師說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multi-syllabic words Class Does anyone have an example of a multi-syllabic word? 老師問了 今天呢我們要學一些 Learn multi-syllabic 那有這麼一個字叫做syllable syllable呢就是音節 像我說teacher就是兩個音節的字 trash就是一個音節的字 I don't know convenience就是靠北啊 幾個啊 convenience 四個音節的字 這樣你就懂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學一些多音節的字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multi-syllabic words class就是對著班級上說 嗯同學們啊這樣子 那有沒有人有例子呢 Does anyone have an example of a multi-syllabic word? 那小明就說了 所以這又是一個Little Johnny的笑話 所以小明就揮手了 Little Johnny waves his hand Me teacher O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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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 然後老師微笑著說 The teacher smiles and says Alright Johnny What is your multi-syllabic word? 所以小 Johnny就說了 Masturbate 那什麼是masturbate呢? 就是自慰 OK 我們也不用躲這個字 就自慰 那老師呢就有點 怎麼講這麼 這個不正經的字呢 So the teacher is taken aback 這個我們很久前講過 你就把它想像這個字叫做退 就是被嚇得震懾一步 倒退一步 所以這裡有 因為裡面有back這個字嘛 就蠻好理解的嘛 就好像往後退了一步的感覺嘛 So if somebody is taken aback 那這必須是被動的 就表示這個人就被嚇得倒退一步 這樣子 So the teacher is taken aback But she manages to smile and says 所以但是他還是有辦法 恢復老師這個鎮定的狀態 然後他就微笑就說了 Wow Johnny That's a mouthful 所以 Johnny說masturbate 然後老師就說了 Wow Johnny 這真是一個mouthful啊 所以我們這裡就馬上跳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mouthful 所以mouthful有這邊的一些中文的解釋 就滿口 一口 一口 詞語上的 一整口 冗長搖 這個是念右口 還是尿口 中文我念不太出來 總之就是不太好發音啊 或之類的一些片語 或者難讀的詞 或什麼之類的 要是有個東西太長 我們會說 That's a mouthful OK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說 喔你說了一個字 這個字超長的 Wow The word is a mouthful That's a mouthful 這是OK的 所以他講了masturbate 三個字 有點蠻長的 所以老師就說 這個字蠻長的喔 這樣子 That's a mouthful 好像沒什麼問題嘛對不對 我們就順便把其他的 mouthful說一下下好了 這邊一個片語 如果你跟人家講話 那人家講了一堆什麼東西 然後你說 Wow You said a mouthful 這難道是嫌人家說太多嗎 也不是喔 這個字是說 嗯你說的很對很好 講了一些很有意義 很正確的話這樣子 很合理 很很很棒的話 簡單的說 所以這是一個稱讚的片語 OK You said a mouthful Good for you 這樣子 OK 但是如果說今天把它換成是 例如說這裡說 You give somebody a mouthful 就是訓人一頓 OK 給人家一頓排頭 這樣子 That's giving somebody A mouthful OK 說了一頓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三個我們就cover掉了 OK You said a mouthful You give somebody a mouthful Or the word is a mouthful 然後也有的確這個 A mouthful something 所以要是今天有個人 跟你吃 跟你在聊天 可是他卻一邊聊天 一邊吃著Pizza 然後你就看到他嘴裡的Pizza 在那邊被他分解掉 然後你就可以描述一下說 Man the guy He was talking to me But he was speaking with a mouthful of pizza 這樣可以 所以就一整嘴的什麼東西是可以說 A mouthful of something 這也是可以的 OK 那最後講一個就是 Smart Mouth 如果你有記得 John Legend的一首歌的話 就一首 一首比較還蠻令人動容的一首情歌 不是輕快旋律的說真的 那總之是一首很不錯的ballod 那它裡面就有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唱得很爛 所以總之就是說 沒有你 沒有你這個愛耍嘴皮之的人 我該怎麼辦啊 所以就在說他的喜歡的對象這樣子 就說 少了你我該怎麼辦呢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說有一個人是Smart Mouth 其實這不是一個非常正面的詞 就是一個那個人是喜歡耍嘴皮之 自以為是沒禮貌 所以這個叫做Smart Mouth 很會講嘛這樣子 但是剛那句的歌詞裡卻 這卻變成一個很endearing的一個稱呼就是了 所以你這個會耍嘴皮之的人 我沒有你該怎麼辦呢這樣子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所以就看你的context 把這個詞用成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 好anyway 所以回來這裡 所以老師就跟小Johnny說了 Wow Johnny That's a mouthful 那小明就說了 No ma'am You're thinking of a blowjob I'm talking about jerking off 所以他跟老師說 喔老師不對不對 你搞錯了 你把它想成口交了 因為口交才會你知道 Mouthful嘛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我在講的是 尻尻 所以這個jerk off的意思也就是在說 是男生在錄一管這樣子 OK 當然他也可以是一個名詞 你可以說一個人是一個jerk off Hey you're a jerk off 罵人用的 就說你是個 反正罵人用 這也不知道怎麼翻譯 難道你要罵人家說是 你是被射出來的東西嗎 好像也蠻奇怪的 但總之是可以罵人啦 說人家是一個jerk off這樣子 OK 好所以這第一個笑話 第二個笑話大概沒什麼詞可以說 可是我為了塞滿內容 所以我覺得 剛剛那個大概一篇的 我們做一個影片 可能剛剛那樣算太短了 所以我們來多講一個笑話 所以這兒子跟Daddy的對話 所以兒子先跟Daddy說 Daddy I fell in love and I want to date this awesome girl 所以墜入愛河 過去式可以 因為你可能 這個小男孩可能 昨天看到一個女生愛上她 那走過去式 那她現在想要跟她交往 所以後面半句用現在式 所以這個連接是and 連接前後兩句實態是不一樣的 而這是非常OK的 這才叫做實態正確 OK 並不是說實態一致性就是 他必須連接式連接兩個實態一樣的句子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So再一次 Daddy I fell in love and I want to date this awesome girl 所以這裡的date 是跟她交往的意思 不是約會 那然後呢 爸爸就說 That's great son Who is she 所以好棒喔 兒子啊 他是誰啊 兒子說了 It's Sandra the neighbor's daughter 所以他愛上了鄰居的女兒 名字叫Sandra 然後爸爸就說 Oh I wish you hadn't said that 我真希望你沒那麼說欸 我真希望你現在告訴我的不是這件事欸 I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son 我得跟你說 But you must promise not to tell your mother 可是你必須要承諾我 不要跟你媽媽講喔 Sandra is actually your sister 所以Sandra其實是你姐姐和妹妹 別跟你媽說 所以表示爸爸跟鄰居偷人這樣子 The boy is naturally bummed out But a couple of months later 又繼續說 所以這個男孩當然就是 啊心碎 所以這個bumped out就是覺得 啊沮喪啊不開心啊這樣子 所以bump這個字 b-u-m 一般來說bump是乞丐 好名詞來說的話 但他常常變成動詞來用 而且常常是被動 所以你今天做了一件事 然後覺得失敗了或什麼幹嘛 不太開心 I feel bummed out 所以bumped out 是一個被動的用法 所以這男孩自然就覺得bumped out The boy is naturally bummed out 但過了幾個月之後 But a couple of months later Daddy I fell in love again And she is even hotter 所以啊我又追入愛河了 那現在這個女孩呢更棒了 那爸爸說了 That's great son Who is she 誰啊 那兒子又說了 It's Angela The other neighbor's daughter 所以是啊 Angela 那是另外一個鄰居 你知道鄰居可能是左邊一戶 右邊一戶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個鄰居的女兒 那爸爸又說了 Oh I wish you hadn't said that Angela is also your sister 所以爸爸跟他說 啊我真希望你沒這麼說 我剛剛沒稍微太特別講解 因為這個又是我們常講到的假設語氣 所以我現在希望你沒有 你剛剛沒說那句話 可是你剛剛有說嗎 你剛剛跟我說你醉入愛河了對不對 所以我還真希望你剛剛沒這麼說呢 所以希望是現在是 而你我希望你剛剛沒說用的 卻是過去完成式 因為事實上你剛剛有說 這個就叫做跟過去事實相反 there我們又解釋了一次 好anyway 所以很不幸的是這個鄰居的女兒 又是他爸的私生女這樣子 So this went on a few more times 所以這個又重複了好幾次 And finally the son was so mad 到最後這兒子氣到 He went straight to his mother crying 他就直接去跟他媽告狀了 Oh my god 對不對 所以怎麼搞來搞去全部是我的 就是同父義母的姐姐妹妹呢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兒子跟媽媽說 Mom I'm so mad at dad 我對爸爸好生氣喔 So mad at somebody At 傑西茨這樣子 I fell in love with six girls And I can't date any of them Because dad is their father 所以愛上了六個女孩 那我完全一個都不能交往 因為爸爸是他們的爸爸 OK 然後媽媽就抱著這個小男孩 很熱情的抱著他 很熱情怪怪的 affectionately affectionate affection的意思就是 就對人有好感喜愛的這樣子 所以媽媽就很 或許你可以發現很慈愛的抱著他 So the mother hugs him affectionately and says You can date whoever you want He isn't your father 這個punch line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猜得到啦 所以你想跟誰交往就交往吧 沒關係 因為你爸其實不是你爸 所以表示媽媽也偷人 那總之 這小男孩其實 就爸爸不是生父 好不用解釋啦 這還需要解釋嗎 不用了啦 好你懂了 所以從這個笑話 我們學到什麼英文呢 好像沒有什麼 或許假設語氣吧 大概是 OK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像這個 剛剛這裡沒解釋 Went straight to his mother crying 這個crying是在說媽媽媽 不是 這個是主持譜 So he went to his mother crying Who's crying Or the little boy OK 好 那既然沒什麼好解釋 那就算 喔這個bumped out還不錯 把它學起來 覺得有點不開心 沮喪 bumped out 這樣子 好我是Paul 好我們下次見